大家好 这一期我们继续讲怎么做动画 你可能会看到这个键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点进去看它是加Music 准确的来说是加音频 我一般在做视频的时候 我都是先把自己的声音录好 就是内容这样子 然后存成MP3文件 然后用这个键找到MP3文件 然后把它import进来 然后再check这个button 然后这个音频文件就进来以后 我就跟着这个声音就可以做了 旁边的这些是音乐 有大概我没仔细数 我觉得应该有好几百个吧 有不同你可以sort by different scenario 比如说是名字长短 还有一些比如说从很calm很安静的到很吵的那种 这就是音乐就是音频键你可以输入 这个键呢是你可以录音 就是说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动画 然后加上你自己的录音它直接就合成了 我这个键从来没有用过 你看我也没有microphone device 这个键呢是texture and color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就是它的背景 现在是白色的啦 但是我可以选不同的texture 你看这个是稍微粗糙一点的 这个可能就更粗糙一点 有点像石头一样 这个就很黑暗的感觉 很暗花纹的 还有你可以选择光线 就是如果是你选这个的话 我给你看一下效果 你看它好像中间很亮 周围就开始很暗 有人是喜欢这个效果的 如果要是再深一步 可能会更暗 我印象中 你看会更暗 好现在我们就是 还可以选颜色 如果你选的淡一点淡黄色 好现在回到白色回来 好那么下面呢 这个button呢 它是 它是手 就是 当你画的时候 你知道有一个手在那 你可以选 就有很多的手 你或者是选没有手 如果你选no hand 它就是这样画出来 好像就是 没有手在上面 这个效果也不错的 因为有的时候 手会它挡 手会挡一部分的屏幕 如果你选了这个以后呢 这个就是default 就是你每一个 动画的图像 它的default都是 都是根据你这里来的 当然你可以再改了 但是这个很省时间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键是做什么用的 这两个键其实很有用 这个是textbar 就是你如果想输入一些文字 好我们来试一下啊 我先把那个改回去啊 因为我觉得不太好看 因为我觉得不太好看 好文字 文字我可以说 Hi How are you 这个我可以点它的color 还可以把它设设它的alignment 就是左边中间还是右边 注意一下 我现在这个 我打的是小写 但是你看它出来的是大写 这个没办法 它只是 它只支持大写 没有小写 好给你看一下它的效果 太快了 慢一点 好再来一下 好的 这个旁边的键是画那个chart 给你演示一下 这个chart你可以customize 就是你根据自己的需要 比如说labels 我想叫youtube test 然后呢 这个datavalue呢 你可以选 比如说我想就是从1到5 1,2,3,4,5 好的 然后呢 我想这个chart用什么样的形式 有bar有pi有line 试试pi吧 就好像一个pizza饼一样的样子 好的 然后呢 我想这个chart用什么样的形式 好 它就出来这样一个图形 好这个可以慢慢的以后再说了 反正它就是来画图形的 嗯 再最后说一下这些 这些picture下面的图像 它有什么 你还可以做什么 首先你可以把它delete right click on it 然后呢 你就highlight它 然后按上面的这个 这个小剪刀这个button 你就可以把它cut掉 就不要了 然后呢 你还可以做什么呢 你还可以把它move back 就是如果我想把它放在这个的前面 你看它就过来了 如果right click on it 如果right click on it 我还可以就是move back 就是往回放 move forward 就是往右边放 move to the start 就是放在最前面 第一个图 然后move to the end 就是放在最后面 好 我想这些东西应该对你有点用吧 虽然它不是一定要知道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会碰到一些 好吧 就先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